五十六 中國證券報 機民如何管控風險 2015年7月18日基金天地Z05仰基深經綠杏東 綠杏東如果買入基金尤其是高風險基金後 機民就一心想著如何多賺錢、賺快錢 卻很少會想到該怎樣管控風險 那麼 市場或早或晚會級機民帶來非常嚴厲的教訓 讓基民付出沉重代價 這是因為自從成為基民後 就注定要跟各種各樣的風險打交道 這既包括一次又一次不期遇的黑天鵝 也包括一直看好的基金更換經理人選 尤其還包括令人膽戰心經的股市大跌 上個世紀美國股市跌幅超百分之二十 時間持續一年以上的紅市有九次 香港則經歷七次股市大跌 其中 1929年10月21日 道指從386點瘋狂跳水至198點 其後 僅在一個多月時間中跌幅就高達百分之四十八 在經歷短暫反彈後再度急轉值下 從1930年5月到1932年11月 連續出現六次大跌 道指跌至四十一點 跌幅高達百分之九十 在於1987年的香港市場 10月26日星期一 爭吵數開始後十五分鐘下跌超六百五十點 全日下跌一千一百二十點七點 跌幅高達百分之三十三點三 惟有史以來全球最大單日跌幅 因此 不者在此提出管控風險的一個方法三項原則 並建議機民在此基礎上 根據自身情況積極探討並嘗試過性化的管控風險方法 具體的方法是 請測試一下自己的應變能力 在投機過程中發現市場實際表現 與自己預期存在偏差甚至完全相反後 機民的態度是 一不知所措 二堅持完想法 三隨機應變 四案事先準備的方案執行 要知道 證券市場是複雜多變的 由此決定機民的任何一項投資決策 都可能或早或晚地被事實證明出現偏差 需要適時進行調整 因而 如果機民選擇的是答案一或二 表明當時並未想到投資過程中會遇到風險 市場環會出現機民所不希望的情況 顯然屬於由無知所導致的結果 所以需要專門拿出時間去了解中外證券市場歷次 大牛市和大紅市的情況 全面系統客觀地認識包括風險和收益在內的主要特徵 如果選擇的答案是三 則表明機民過於自信 很可能高估了自己的定力 這是因為在突發的大喜或大悲面前 人的情緒往往會失控 在這種心態下做出的決定同樣可能會導致機民的資產容受損失 所以需要專門拿出時間去學習 巴菲特等投資大師們的成功經驗 只有選擇答案四 則表明機民有著足夠的理性 並對證券投資活動已有深刻全面的認識 明白雖不可能事先對投資過程中遇到的 各種問題都進行周密而細緻地分析思考 卻意識到證券市場基本形態只有上漲 下跌和橫盤震盪三種 投資活動基本行為無非就是買入、賣出及觀望 因而 當預期市場將出現某一種趨勢而採取其中一種操作行為之前 就以想到這一判斷也可能存在偏差 就確定一套相應的修正預案 以確保自己遇到意外是能處變不經 松容應對 原則一 組合投機 某一行風險影響的範圍既可能是全球的 也可能是局部的 影響持續的時間也是長短不一 此外 相同的消息可能對某些品種是利空 卻對另一些品種構成利好 所以 可以通過舊見多角度全方位的抗風險組合來分散風險 通過投資不同品種 如股票、債券、貨幣等基金以分散風險 買入A股市場和海外市場品種 通過投資不同市場分散風險 同時持有新路基金 通過時間和倉位測去分散風險 原則2 分批買入 證券投資既充滿有或有隨時可能遭遇險境 影響市場趨勢的許多因素都難以事先越知 各種消息對市場趨勢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 更是普通投資者難以把握的 自身的理解和判斷完全可能與市場實際表現相倍 所以 慢慢不可使自己的資金息數暴露在市場風險中 應嚴格進行分批進場買入操作原則 原則3 一旦事實證明自己的判斷和投資行為存在錯誤 必須進行先糾正 後分析 選錯品種 看錯趨勢並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事 明明事實已證明機民的錯誤 卻採取或消極迴避 或頑固執行員方向操作 以至後果日趨嚴重 影響市場趨勢的因素複雜 機民不可能羅列全面 認識有未必符合市場實際表現 這樣做的結果只會使機民錯過低成本搞錯的最佳時機